大家好,我是好莱坞,张欣注册卦记师 我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家华人会计事务所 名字叫美国第一华人会计事务所 我们的事务所为全球的客户在美国注册公司 开银行账户做财务和报税 为全球的客户在美国注册亚马逊 提供省税,避税,还有国际税务申报这些服务 如果您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外国人在美国注册公司 到底是注册ROC还是RNC 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有的客户就是说,他就是很纠结 要注册ROC还是RNC 但是心里他特别喜欢ROC 张欣注册我就喜欢ROC 我不管呢,我就是对ROC一见钟情 我对ROC就是没有ROC我不行 怎么样,就是要ROC 那么我就跟他们解释一下 首先,我说你一定要注册ROC 首先让我跟您解释一下 报税,ROC报税跟RNC报税是怎么样去报的 交税是怎么交的 你听了之后你再做决定,好不好 OK 首先,如果您是外国人 你要注册一个人的ROC在美国的话 首先,我跟你讲一下 报税是怎么报的 OK,一个人的 首先,你要到国税局去申请一个外国人个人税号 这个要花个一两个月的时间 要拿了你的护照 如果你请了美国的那个会计师帮你申请的话呢 只需要你这护照的那个扫描进去行了 如果你没有会计师帮你做认证的话呢 你可能要把你的护照原金寄到税局去 这个申请一个个人税号 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 OK,这个你要付钱的 这个是一个成本来着,对吧 这是个开支来着,不是成本,对不起 这是个开支来着 所以你要付给会计师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你拿到这个税号之后呢 你一个人的ROC的话 你还把所有的收入开支 放到你的在美国的个人税表 叫非居民的个人税表去申报 OK,那么非居民的个人税表的税率是怎么样算的呢 那么15%啊,22%啊,25%啊,28%啊,32%啊,35%啊,37% 对吧 你的收入越高,你的税率就越高 OK,它不是固定的 是逐步第三的税率 那么有的人说,哎呀,我住这个ROC 就是因为很多会计师跟我说的 很多律师跟我说的 这个很简单,很简单 就容易操作 我说,对啊,很容易操作 谁都不知道将来的生意做是做大了 还是做的不大,对不对 你不知道啊,对不对 说不定你运气好 像我有的客户 那么刚开始住在公司的时候 我有的客户就说,哎呀,我这个没生意啊 不知道怎么样了,等等 我就住这个ROC吧 然后,哎,到了第三年的时候 就600万的银额了 然后在做税的时候 就是50万美金的税要交了 到了那个时候就涨花钱 你帮我看想个办法 把这个50万给我交个2万块 2千块这样子 我说,No 哦,我不会为了你那么一点几百块 或者1千多块的那个报税的付用 就把我的值得给大家回去坐牢 我不会的 嗯,我说你要承担你刚开始不听话的那个后果 你现在要交这么的税 交,别的办法我不会想 对吧 嗯,所以说您在注册公司的时候 如果你是做电商的话 你要注册RNC 你不要注册ROC 对吧 你ROC税率逐步递增的 好,逐步递增的税率 你不申报这个的罚款2万5千美金 罚款2万5 你不要报这个啊 很严格的 所以说 你一个人的ROC 你要做什么 要申请个人税号 然后报税是逐步递增的税率 然后又申报1120的股份有限公司表格 还报57的表格 不申报还要罚款2万5 对吧 你看,问题就大了吧 还要预缴税 要预缴税 因为你是外国人 对不对 还不能给你自己发工资啊 ROC是不可以给自己发工资 还可以给员工发工资 不可以给自己的 好 股份有限公司 是怎么报税的股份有限公司 就公司一个税 公司报一个税 如果你住在免税州 就只有21%的净收入 净收入怎么算的 总收入减据总开支 对吧 如果你住在加州 纽约有州税 就除了21%的话 你可能还加个78%的 其他的费用 你住在有州税的州的话 所以说一个人的ROC 比较麻烦 两个人以上的ROC的话 就不需要申报1月20 5072 但是报税 税率是一样的 逐步递增 请不吝点赞